工作人员突然拉起了应有安全第一的铁门 或许就是因为这不再安全 位在台中市北屯区的一处工地 就这样传出了公安意外 时间就在3月9号下午4点多 有一名64岁的女子进入了建河路一段 与建军二街口工地时 突然从高处坠落到位在B2的电梯井 一旁的人员见状赶紧报警 警销马上就出动了两部消防车 以及一辆救护车和亲民人员赶抵现场 只是在减伤时就发现 这名64岁女子的头部受到重创 也因此送医前呈现欧卡状态 目前还在中国复医抢救当中 只是也可以看到警方就在工地现场穿梭 想要了解事故的来龙去脉 尽快厘清案情真相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